相机的功能呢 越多越好 既不压身嘛 就算是用不上 咱们也希望自己这个相机呢 拥有更多的功能 相比这个十几年前的相机呢 现在的新款机型实在是太智能了 用起来是真方便 其中这个尖阁快门功能呢 就是当初新我换一个相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它和快门线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今天呢 就来聊聊拍摄延时摄影不可缺少的定时功能 以及我为什么会购买这个LRT Pro Timer快门触发器 好多小伙伴看了我在Instagram上po的照片呢 都来问我相机顶上顶的这个到底是什么 今天呢 咱们聊的就是它了 拍摄延时摄影呢 需要设置相机每隔一段时间自动的拍摄一张照片 那目前一共有四种方法来可以实现这种定时功能 最简单的操作方法就是使用相机内的间隔快门功能 不需要外接任何的设备就可以实现了 比较新的相机型号呢 都是自带这个功能的 那如果您这个相机没有这个功能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外接使用这种带有间隔快门功能的快门线 它有有线的 也有无线的 这类快门线的价格呢 通常比较便宜 我呢 其实没有用过无线的版本 因为比较担心延时拍摄的时间特别长 信号中间就断掉了 那有线的这种快门线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呢 让我会比较的有安全感 第三种方法呢 是使用这种专门为延时摄影设计的快门触发器 它呢 会比普通的快门线要拥有更多的功能 针对于比较专业的延时摄影的一些需求 等一会呢 我们就来细说一下它的功能和快门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第四种方法呢 就是使用带有延时摄影功能的辅助设备 比如说稳定器 滑轨或这种电动云台 都是可以通过手机APP连接设备 然后设置间隔快门 直接触发相机拍摄的 这四种方法呢 是一个比一个贵就对了 但它们的功能呢 确实会略有不同 下面呢 咱们就来说一说具体在使用上到底有什么区别 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功能 这钱呀 到底能不能省下来 第一 界面参数预览的不同 在使用相机内的自动间隔快门期间呢 是没有办法查看到相机曝光参数的 最重要的呢 是看不到直方图 但使用任何一个外接设备的时候 相机屏幕呢 都和平时咱们拍照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看到所有的曝光信息 那尽管我这台富士的XT3 它的曝光参数啊 都是可以通过外部的拨盘看到的 但是咱光看相机屏幕呢 有的时候还是不太准确的 GFX50sr的尖屏呢 会显示直方图 所以呢 相比较来说 它呢 要更方便一点 那如果是换做其他的机型的相机呢 就看不到参数和直方图了 咱呀 就相当于是在盲拍延时了 所以呢 我只在使用光圈优先 或者是全手动曝光模式 不需要在拍摄过程当中改变曝光参数的时候 才会使用相机内的间隔快门功能 当然如果我帮带这快门线了 我也是会使用机内的间隔快门功能的 使用快门线和这个触发器 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 当快门低于一秒钟的时候 你看我现在快门是两秒钟 在屏幕上它会显示一个倒计时 而使用这个机内间隔快门的话呢 它是不显示这个倒计时的 相机内的间隔定时呢 它是拍完一张照片之后 才开始计算间隔 也就是说如果咱曝光时间是一秒钟 间隔设置为三秒的话 那相机会先花一秒钟拍摄 然后呢才开始计算那三秒间隔 所以每张照片它的拍摄总时长为四秒钟 而这个快门线和快门触发器 它的间隔时间是包含了拍摄的 也就是说从触发快门的那一瞬间 它就开始计算间隔时间了 所以如果以每张照片的拍摄为一秒 设置为间隔三秒的话 它实际上间隔时间是三秒 减去了曝光时间 也就是只剩下两秒钟了 那么随着曝光时间的改变 慢慢的这三秒间隔呢 也许就不够咱用的了 那一旦这个快门线它的间隔时间 小于曝光时间了 触发的频率呢就会变得不准了 计算方法的不同这一特点呢 让相机内的间隔快门功能啊 更适合新手拍延时 您呢完全不需要担心设置的对不对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也不需要改变间隔的时间 就可以从白天一直拍到晚上化 我呢一直抱怨复视相机的间隔定时设置呢 非常的不方便 在张数设置这里啊 要么您选择无线张 要么就得一直按着它 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数字 我这个快门线呢 也没好多少 最高限制呢 无线张或者是399张 哎这数字挺奇怪的 在这一点上啊 这个快门触发器就要智能许多了 它的选择设置是10张一跳的 旁边这个旋钮呢 转的稍微快一点的话 它数字跳动呢 就会变得很快 设置起来确实要更方便 更快捷 但是呢 自从买了这个快门触发器之后呢 其实我基本上就只用它这个无线张设置了 因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它会显示已经拍摄了多少张 这样呢 就不会发生设置的张数不够 中途停止的问题了 还有呢 就是它可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改变要拍摄的张数 所以啊 现在我是手动停止拍摄 想停就停 更抱歉 相机内的间隔快门 快门线 甚至是滑轨和稳定器 都是只能设置间隔为整秒 也就是一秒两秒 最短呢 也只能设置为一秒 而这个快门触发器啊 它可以设置的最短间隔时间为0.2秒 那间隔呢 也可以设置延展到0.1秒 这样的精准数字 这在拍摄高速移动题材的时候呢 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了 但是啊 我测试了一下 它需要相机的连拍功能比较好才行 也就是说 如果这相机的连拍速度跟不上 也白搭 光有这个触发器也是不行的 拍到一定的数量极限呢 这个连拍的速度啊 就会慢下来 数据呢 也处理不过来了 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无论是使用相机内的间隔功能 还是快门线拍摄的时候 相机在每次的出发前呢 都会停顿一下 才开始拍摄 在这短暂的停顿当中啊 其实相机还挺忙的 尽管咱们当时设置了手动对焦 但是相机呢 它仍然会在机内做一个自动对焦的指令 同时再屏蔽一些其他没用的操作 准备出发快门了 所以在这个停顿的期间 如果咱们想改变相机的曝光参数 或者是按任何的按键都不会有效 我呀感觉我这个相机它的停顿会持续一秒左右 甚至于更长 那每个相机型号的停顿响应时间呢 都是不一样的 目前唯一能够屏蔽这些无用操作 缩短相机停顿响应时间的设备 只有这个LRT Pro Timer 所以啊 它才可以做到更短的间隔时间 加快相机触发快门的时间 这样呢 可以做到延长咱们操作相机的时间了 那这也是我购买它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日转夜延时摄影当中呢 我都是使用手动曝光的 那如果有了它缩短这个停顿的时间 我就至少可以多了一秒钟 去操作我的相机 改变曝光参数 快门速度呢 也可以在这个间歇多了一秒的时长 除了以上的这些区别之外啊 这个LRT Pro Timer呢 它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小功能 比如说预约拍摄 可以设置具体的日期和时间 比如说我想要设置今天晚上夜里12点开始拍 设置好之后呢 我就可以去吃饭了 但是啊 对于我的拍摄来说 最大的福利呢 是它可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改变我设置的间隔时间 比如说前些日子 我又去拍大月亮了 日落的时间呢 间隔时间比较长 等月亮升起来之后呢 我想让它变得快点 或者说我拍夜景的时候 夜里的时候让它变得慢一点 那这种无间断改变间隔时间的功能呢 目前我就只在这个东西上看到过 而且啊 它这个改变时间呢 是逐步改变的 比如说日落时间 咱设置为了15秒 我想让它晚点改为5秒 它呢会从15秒 先自己变到10秒 拍摄一段时间 然后呢再调到5秒钟 有一个非常平稳的过渡 那这些呢 都是通过它自动完成的 非常的省心 还有个小功能也是特别的贴心 它这个左上角有了现在的时间 现在是晚上的8点23分 另外一点呢 是我现在这两台相机啊 可以同时使用这个快门触发器 它有这么两个接线口 所以啊 可以连接到另外的这台XT3上 同时拍摄 也就是说我出门呢 现在只在这一个 就够我这两台相机使用的了 如果您的这个相机啊 它是有间隔定时功能的 那么对于初步尝试延时摄影呢 已经足够了 注意啊 千万别把这个间隔时间摄的太长 否则夜晚这个曝光之后 中间还隔很长 就会觉得要等很久 您别忘了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这个间隔时间是不能改的 快门线呢 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选择 在购买这个触发器之前呢 我差不多用了得有小十年的这个快门线 它可以满足大多数的延时摄影拍摄需求 购买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一下您这个相机接口和它这个线的接口 富士呢大多数都是采用的这个2.5毫米的快门线 它呢在很多的这个型号里边是和佳能通用的 我呢真希望所有的这种快门线啊 它都是内置锂电池的 方便随时使用充电 很遗憾 几乎所有的这个快门线都是放电池的 虽然挺省电的 但是呢我还得时不时的注意查看一下电量 随身还得带个备用电池什么的 那相比之下这个快门触发器呢就比较方便了 充一次电呢大概够我拍三天的 如果突然间没电了呢 我还可以使用我这个充电宝 一边用一边给它充着电 去年底买了这台GFX50S2 然后一直都在使用它拍摄延时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至今出现过四次黑屏死机的状况 就是什么都动不了了 关机也没用 相机呢就一直开着 最终呢就只能通过扣电池解决了 那虽然看起来这么做对相机似乎没有什么损伤 但是呢我还是挺心疼的 更况且呀它会中断拍摄呀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快门线和这台相机之间的一个兼容性的问题 因为它和XT3搭配使用了三年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后来我就一狠心买了这个LRT Pro Timer了 一直放在购物车里边舍不得买 因为真的还挺贵的249美金吧 再加上税差不多就要270美金了 毕竟它是从德国运过来的 是普通的这种快门线价格的十倍呀 它呢是LRTimelapse延时后期软件的创作者 设计制作的 从这个R来推出来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挺关注的 不仅在这个功能上非常的心 我在精神层面更是想要感激这位德国省市为延时摄影做出的贡献 也算是变相的支持它一把 现在呢这个软件跟硬件我就都齐了 目前呢使用了有至少三个多月了吧 没有再出现过死机的现象了 推荐给在延时摄影道路上追求完美的小伙伴们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感谢观看